字幕提供 哈囉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帥狗月池里與你同在 我們今天要繼續好久不見的神鬼傳說系列啦 那這次神鬼傳說主題回到我這系列原本的核心 介紹ACG領域常見的神或是一些雕魔鬼怪 由於前幾次影片我覺得做得比較像是在講都市傳說 例如SCP或是收藏人 這些都屬於多市傳說的範疇 那這次我們要講神話人物啦 主題就是我上支影片有暗示過 存在很多影視作品或是遊戲裡面 然後曾經在一部日本的漫畫作品當中 他就同一個人物以好幾個不同的型態出場過的一位人物啦 沒有錯 我們這次要介紹的主題就是虛佐之男 那想要了解虛佐之男之前 我們要稍微了解一下日本的神話的歷史故事 那這支影片前面會簡單的概括 好 那麼我們就輕輕手續 直接開始這次的影片吧 Let's go 回憶人這裡於是玻璃族的大絕招之一虛佐之男 或是說馬被第四季裡的最終進化虛佐之男獸 都是取自同一個日本神話人物 就連鋼彈大絆裡都能夠看見他的影子 其中就屬幼神駕駛的虛佐人物最為頂配 手持十拳劍跟八持鏡這兩項神器 到了最後幼神這裡連八子熊勾玉這項神器都扔出來了 不過這支影片並不是要吹捧幼神有多厲害 也不是要介紹虛擬忍者的虛佐之男設定 我們接下來要看的是初略的日本神話故事 因為影片內容都是我自己去找資料看來的 或許會跟真實的故事內容有所差異 如果各位有發現問題歡迎在留言區更正喔 謝謝大家 開天PT之初 伴隨著第一道陽光而來的是天獄中祖尊 或稱祖神 他降臨至雲端上的世界高天園 祖神支配著天界更代表神聖的中心 去祖神之後又誕生了兩位擁有陽千生命力的高玉璨朝日神 和陰間生命力的神皇產靈尊 這兩尊的神正是之後孕育出世間萬物生命的神 三神降世後大地得到滋潤 雖然善未成熟但已如漂浮之子 是如水母漂流 此時隨便蘆葦發嫩芽般出現的神 名叫美尾芽眼之神 意思是長得俊美如蘆葦嫩芽的神 代表大地和海三位分離時的生命中心 接著又一位神誕生 名叫天長立尊 而他象徵著世界的恆常性 慢慢的原本在海上漂浮的陸塊 被出現在水邊如蘆葦般的嫩芽支撐著形成大地 從此開始日本神話的最初跟最根本的架構已經完成 神話又稱這五位特別的創世神為別天神 妖許我與之波止水排面真大 後面我們再說回日本神話 由於日本神話的故事結構非常的長 那這邊我不想花太多時間講前面幾個神的故事 不然再講完要進入虛爪之南 那可能要拖很長很長的時間了 我們直接進入虛爪之南誕生前的故事吧 接下來會跳過許多歷史 直接進入虛爪之南的誕生 三皇五帝建設完世界之後 又出現了一對夫妻神 兄長伊安娜七神 跟妹妹伊安娜美神 他們既是三隻神 更是一對兄妹 好啊不只西亞神啊 連日本神話都這麼德國骨科 這對兄妹日夜和流夾背的趕攻創造生命 甚至創造了海神、河神、山神、羽神、風神、田神 等各種款式的神仙 但不幸的事發生了 伊安娜美不小心生出了火神 而這火神還不小心直接燒死自己的母親 導致伊安娜美成為最初創造生命的人 也成為最初死掉的人 妻子的死亡讓伊安娜七很是傷心 因此他決定勇闖黃泉 想救回自己的妻子 欸這位神兄啊 你做的事怎麼弄得我好眼熟啊 伊安娜七出門前 還不忘拔出妖精的十拳劍 砍下火神這不孝子的腦袋 但伊安娜七想不到的是 火神流出來的星星 後來竟然誕生出另外八位神 拉回勇闖黃泉救老婆 伊安娜七成功抵達黃泉 並找到愛妻 但就算伊安娜七抵達黃泉深處 找到伊安娜美 她還依舊沒辦法帶愛妻回家 不僅如此 伊安娜美還不斷的警告伊安娜七 不要看自己的臉 可伊安娜七不聽她勸 還是看到妻子腐爛且恐怖扭曲的面容 大掉限職的畫面 直接嚇跑伊安娜七 這無情的轉頭 徹底激怒伊安娜美 她感到自己被羞辱 憤怒的開始追殺丈夫 最後伊安娜七跑出了黃泉 伊安娜美無力在追殺 遺棄之下 伊安娜美立下毒勢 她只有每天都要殺一千人 好兇洩心中的怒氣 上有政策下有對策 面對王七無腦的行為 伊安娜七也發誓 只有每天都要創造一千五百個生命 好抵消王七造成的損失 並持續增加生命 據說 這之後也是日本人口 成長最快速的時候 不過這讓我不禁好奇啊 老婆都沒了 這一千五百個生命 伊安娜七是 上哪搞出來的啊 而且伊安娜美都到了黃泉了 還能夠輕鬆每天搞掉一千條生命 好像沒有去也沒什麼差 從黃泉國回來之後呢 伊安娜七又用右眼創造月毒 左眼創造天照 用鼻子創造虛左之男 這就是虛左之男誕生的過程喔 之後過了數年 日本某地出現了一隻擁有八顆頭 身體跟山羊大的怪物 八旗大蛇 當時虛左之男被逐出高天雲國 所以被拔除神號 因此四處流浪 虛左之男走到異鄉 聽完一對老夫妻的悲慘故事 當八旗大蛇來殺野時 老夫妻就得獻出一名女兒 安撫大蛇 原本老夫妻有數名女兒 但已經被八旗大蛇吃到剩下最後一個 祈禱田基 虛左之男聽了之後震怒 大喊 把女兒許配給我 我就幫你們把大蛇幹了 這順手牽羊的操作 讓老夫妻毫無招架之力 於是他們答應了 之後虛左之男要求老夫妻準備八桶酒 給八旗大蛇喝 虛左之男則趁八旗大蛇喝得最茫的時候 拿起十拳劍 砍下他們的腦袋 拯救這對老夫妻 跟其道田基 以及這片大陸 之後兩人結為夫妻 幸福的生活下去 不過關於這段故事 我也看過另外一種版本 虛左之男一樣被組出高天雲國 同時也被拔除神的封號 流浪到異鄉斬殺八旗大蛇 之後他就和當地的土著神結婚 並建立國精神 隨後封自己為 宿斬明尊 以上就是比較經典的 虛左之男斬殺八旗大蛇的故事 另外要特別解說一下 關於宿斬明尊跟虛左之男的關係 大眾普遍會把宿斬明尊 跟虛左之男畫上等號 我也是 但嚴格來說呢 虛左之男跟宿斬明尊是不一樣的 我們都知道 虛左之男被逐出天國之後 斬殺了八旗大蛇 自己建立國精神 然後自稱宿斬明尊 享受榮華富貴 但在漫畫《冥王傳》中 宿斬明尊被解讀成 虛左之男的新生神格 另外 在漫畫《孔雀王》中 天金神和國精神是對立的 導致虛左之男之名是禁忌之名 而漫畫《東方土逸文錄》中教授說 其實把天金神和國精神的恩怨看成 尚古時代貴族和部落的爭鬥 就很好理解了 虛左之男其實就是失去了權威 鬥爭失敗的貴族 最後被流放 拔除明子 而拔除明子在當時 是很嚴重的事情 因為只有貴族才有姓氏 當時天金神被認為是落後地方的土著區域 虛左之男和當地土著結婚生子 最後建立金神國 然後自己重新取名 樹斬明尊 而後帶著自己建立的國精神國 打回天金神國 所以虛左之男跟樹斬明尊是同一個人沒錯 但嚴格來說 在精神上 樹斬明尊誕生的時候 虛左之男就已經死了 好了 以上就是差不多想要介紹虛左之男的內容 下一隻神鬼傳說 會特別的神秘喔 好了 接著我們進入最快樂的Q&A環節吧 Let's go 第一位觀眾是福桑 如果是真的 西裝找誰訂做的 哇 這個問題好精銳啊 我怎麼沒想過這個問題 這突然激發為一個非常有趣的想像空間 對啊 啊 社長人都長這個樣子 那他西裝到底是哪來的 說不一定有一種店是專門服務特殊的客人 這些特殊的客人 他們 可能並不是人類 只是有著相似的體型 也說不一定喔 欸我覺得這種店都可以當一個主題出個漫畫欸 下一位觀眾是圓丁的朋友 你忘記講了一個點就是 慈懶達人 有一個能力 就是 可以破壞攝影機的頻率 嗯 好像每一個都市傳說的主角喔 或是一些 牛鬼蛇神 都有破壞攝影器材的能力啊 不然為什麼每次攝影機 一到他們身上都會開始 變得模糊或是不清 那麼這次回答這幾位觀眾的問題 如果你有其他問題呢 歡迎在留言區提出喔 那麼以上就是這支影片的完整內容啦 希望各位會喜歡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呢 請幫我照顧一下兩大戶喔 訂閱牛跟鈴鐺 那如果覺得這支影片不錯呢 也請幫我分享給你們感興趣的朋友喔 那如果覺得帥狗頻道很OK 那有人加入牛 歡迎加入帥狗頻道會員喔 只要你成為持續軍團將軍呢 就可以解除一些很簡單的小福利 那麼我們下支影片再見啦 See you 耶我開門了 喔啊這什麼 老婆我朝這個會不會直接量掉啊 你可以試看看 你可不可以做個示範 不用啊 就有什麼好示範的 就直接踩上去就好啊 不行啊 我的命很脆弱啊 只是個龍人耶 你以為精靈跑到哪裡去 你可是精靈耶拜託 對 啊 啊 看起來這遊戲看起來很猛 還蠻猛的啊 那是死亡之物啊 快救我啊 我的冒險不應該在這裡結束啊 我